40名援警全副武裝破門而入 当场逮捕5名以29岁剪性男子为首的电信诈漆集团 并查扣相关设备 交战手册 Ketamine咖啡包等作案的工具 全案询问后将依诈漆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证办 本分局获报情之 在本县境内疑似设有电信诈漆机房 遂报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证办 并与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 除暴特勤队 海巡署查器队 共组专案小组 见时机成熟后在本月13日申请搜索票拘票后 对化物机房等处所进行攻坚搜索 经了解本诈漆机房系以检信犯嫌为首 对中国大陆人民透过网路电话以公安为名 待取得信任后再行诈骗其名下金钱 而诈骗所得则透过虚拟货币交易牟利 为躲避警方查器 该化物机房设于偏僻处置组合屋内 专案小组于现场查获简信主嫌等5名犯嫌 并扣得笔记型电脑3台 手机18支 网路分享器 叫站手册及四级毒品KTAMIN咖啡包等 全案依涉嫌诈欺罪名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证办 代徒透过网路电话以假公安为名 对中国大陆人民进行诈骗 正值疫情期间警方也呼吁 若民众接获不明来电 亲友借钱投资广告以及获利显然 不合乎常理的讯息时 务必要多加求证 小心防范 若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凯波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